大家好 初春的天气真的像婴儿脸一样 善变 前几天还说阳光明媚 昨天又是阴雨连绵 今天又是阳光赤眼 所以这会儿我看着镜头就整个哗的 眼睛固然反光有些刺痛 看着镜头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对准了 所以今天 新的消息是这样 温州市辖区内 从昨天开始 所有温州市辖区内人员 晚上十点到四日早上的六点 这段时间以后 就暂时都不允许再有外出 当人大的农贸市场的 从业人员除外 因为毕竟他们要保证市场物质 公益充裕 所以简而言之 我们这就算是宵禁了 你要问我说 对这措施怎么看 我觉得说直面现实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毕竟现在温州市 除了湖北省以外 全国最大的最重要的 疫情灾区之一了 疫情就像战场一样了 任何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的措施 我们觉得都应该去支持 去执行 至少我觉得表明一种态度吧 我们温州人对 抗击这场疫情的 一个决心和态度 当然我也不是说 温州有多勇敢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 直视困难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温州的特点就是 我们从来不会 对任何事情 不会去逃避 不管我们怎么普通 还是陷落 但至少不会逃避 就是如此 并不是做得多好 如果觉得有多好 那肯定是别人衬托的 不是吧 就有些地方 有些事就像那个小说里一样 法国的那个作家加谬 就曾经写过鼠疫 鼠疫里那个大夫 早早发现了疫病的存在 法国政府可不就 把他给隐瞒了吗 看见法国老子就这样 绝对不是好人 那个哈利波特 J.K.罗林的哈利波特 在第一集就发现了 弗地摩的回归 但是魔法部就是不幸 而且把他给掩盖了 直到第四集那个火焰杯 哈利波特真正发现了 弗地摩一肉身回归了 他的同学学长塞德里克 都已经死了 但是魔法部长弗吉 还是选择了否认 我觉得在那一段里 那个邓布利多学校长教授 对缅怀塞德里克说的那一段话 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我觉得说的挺好的 不过原谅我今天在这边没有书 只好在手机上找到这一段话 再先读一下 塞德里克 迪格里斯被弗地摩杀死 魔法部不希望我告诉你们这些 有些同学的家长可能会对我的做法感到震惊 这或者是因为他们不能相信 弗地摩是真的回来了 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们 毕竟你们年纪还小 然而我相信 说真话 永远比撒谎要好 如果我们试图把塞德里克的死 说成是一场意外事物 或归咎于他自己的初心大意 那都是对他形象的一种侮辱 请记住塞德里克 当你们不得不在正道和捷径之间做出选择时 请不要忘记一个正直善良勇敢的男孩 就因为他与伏地摩不弃而遇 就遭到这样悲惨的恶遇 请永远记住塞德里克 迪格里 永远记住好像有点难 小说的读者总是这样 书嘛 特别小说 看过就忘了 正常得很 回到刚刚说的温州的措施 我觉得 温州的特点从来就是我们直面困难 直面 窘境 绝不会选择 回避 就是这么一点好处 你要说这个措施其实主要是为什么不回避 还有个原因 我觉得你要是觉得这个措施对我们生活有多大影响 当然也未必 因为毕竟这个时间 谁还会晚上十点以后出去烂 对吧 我自己跟朋友们闲聊 好些人几乎十几天二十来天没出门了也有 连买菜都没去过 都是快递送上门的 又有火车 火车进来 不是出去 我自己之前还跟朋友聊天 大家笑谈 说这其实真是个很难得的事情 毕竟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们 当然了 和平时代怎么说呢 79年我们到八几年这十年 我们也曾经打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但那个毕竟只是局限在云南跟越南交界的地方 其他在沿海啊 内陆的人们几乎是没有太多的感受的 所以依然算是在和平年代生活的人 幸福的人类嘛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 是难得有这么一次 居然经历过一次战事管制的一个机会 而且这个战事管制又没有真正的战争的危险和恐惧 所以特别是我们还亲自参与了一次国家重大工程的监工 我们都在网上看了火山山的建筑的直播 所以我们都是监理人了 所以观这两件事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以后拿着跟孙子们吹嘘一番了 关于说目前我们困居在家这件事 对我自己来说还真的算是再平常不过了 对我来说大半年乃至几个月不出家门 简直再寻常不过了 不是说只是现在 现在我包括去年之类的都常常不怎么出门 顶多小区里上上部 平时都是在家做着事大概这样 我从小大概三岁多的时候 三岁半 我爹当时因为跟我曾祖父文革时被关牛盆 后来就在农村落户了 所以他当时把我送到我姑姑家 我姑姑因为一个人工作原因 没办法照顾 所以总是把我关在家里 以至于我三岁半到我七岁上小学的时候 第一次出门 我的邻居都惊呆了 从来不知道有个小孩在他们身边 待了三年多 他们居然一无所知 所以说这种程度的 在家待个十几二十天 对我来说简直太小儿科了 你要说一个小孩在家待这么多年 最后没得自闭症或者忧郁症之类的 是这种回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在家也有书 虽然小孩看不懂字 但是有些是插图本嘛 所以可以看看画 后来呢 四五岁呢 开始自己尝试着去 猜测那些字 当然平时姑姑也会教一点 晚上的时候会教着认点字 然后自己去猜 自己去瞎琢磨 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大致这么来来回回 也就过了这个童年时间了 所以说如果没有后悉症呢 也有 从我小学到初中的时候 倒的确是一个比较沉默的 比较孤独的儿童 当这个事情做了补偿 因为初中以后 我就开始变得喋喋不休起来 可能是要把以前没说的话给补回来 喋喋不休的结果是 我的同学误认为 我可能有说相声的天赋 于是有年艺术节 居然把我推荐去说相声 我还真就说了 大家自己编了一个 粗糙不堪的东西去表演 还真的就 谈不上大获成功 至少大家听着也挺开心 挺乐和挺受欢迎 但是下来以后就悲剧了 下来以后 当时后一个节目 就我们班的后一个节目 是三个同学要表演小鼓队的 不知道是青苹果乐园 还是红蜻蜓 恰好那一天好死不死 中间一个同学得了重感冒 发不出声了 老师就找我说 你上吧 你顶一个 我说不行 我从来没听过歌 我也不会唱歌 而且你听我这耳子嘎嘎的是吧 像公鸭一样 我老师说没关系 没关系 这四人都行 是吧 有两个人在唱 你浪于充速 张张嘴就行 而且你刚刚表演过 反响还不错 至少脸熟嘛 上去大家会欢迎 听好像也是这么回事 就不知量力 我说行行行 然后我连歌 连词都不知道 我说没事没事 抄一张给你 赶紧先背着 我就对着词在那念 也就十来分钟了 来不及了 在那背 在那念 旁边同学就教我 念了个五六分钟 问怎么样 说行不行行 简直就像读书一样 又练了几分钟 说现在呢 现在好多了 像念诗一样 然后也没时间了 上了上了 就赶紧上架了 结果也不知道 是因为前面的相声 太空洞了 还是说实在是歌唱的太浪了 我刚一张嘴下面就笑了 你想啊 这大礼堂 以前来人 几百人在那哄堂大笑 笑得我旁边 两同学都张不开嘴了 我自己呢 也不知道那天是哪里 脑子抽了 还怎样居然坚持 把他这首歌给念到尾 也就被笑到尾 这个结果给我留下了 极重大的心理创伤跟阴影 以至那以后十多年 我都不敢再开口唱歌了 当然现在能唱了 不是说唱得多好 是因为怎么着呢 九十年代不是卡拉OK升行吗 上班的时候 几乎歌三叉五 大家就去卡拉OK 去包厢 那包厢里也就那么几个人嘛 其他人唱歌 我就在旁边喝梦酒 有天喝醉了 还是喝得差不多了 九星大起 居然听到一首熟悉的歌说 我也行我也行 就去唱了 这一唱就没脸没皮的 就不管了 毕竟几个人笑话你 远比不上几千人笑话你 那么轰动 心理素质超好 所以如今也就没关系了 说回这个独居在家的这件事 这个事呢 并不是说我每回都这么 都能这么顺畅的给度过去的 后来就发生悲剧了 悲剧是什么呢 就我结婚了 我结婚是这样 因为我辞职了 我觉得很对不起老婆 老婆说既然你要辞职 我们就结婚吧 所以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 我又抛下老婆 自己一个人出去玩 所以我玩了一圈 回来 还是没工作 整天在家看书 也不写东西 也不做家务 我老婆每天 出去工作 回来给做家务 做饭 然后吃 吃完我继续外沙发里看书 这么看了几个月以后 我发现不是老婆有多好 实在是她阴谋 我判了四十多斤 当然现在不止四十多斤 当时几个月 就直接给我判了四十多斤 四十多斤的后果是 再也没有姑娘愿意看我了 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 这个春节过完以后 我还会判几斤 当然判几斤我也不知道了 我已经很多年没敢 再去碰一下半秤了 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这种恐惧呢隐含在心里 毕竟这个春节有这么多人陪着我 一起变胖 希望你们也变胖吧 对于这种恐惧呢 我觉得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继续念一首诗吧 我觉得诗这东西是 最完美的 它既富有音乐的旋律感 又兼具文字的美感 是对抗恐惧最好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 依然是旅居法国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 我对你们说过 我曾倾听大海 向他朗诵我的诗篇 我曾倾听海贝里面沉睡的摇铃 我对你们说过 我曾歌唱 在魔鬼的婚礼上 在神话的宴席上 我对你们说过 我曾见到一个精灵 一所殿堂 在历史的烟语里 在剧里的燃烧中 因为我含行在自己的双眼里 我对你们说过 一切都在我眼底 从旅行的第一步起 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 我摧毁了我的王国 摧毁了我的王座 庭院和郎柱 我上下求索 有我的肺背负 我把我的语交手给大海 交给他 我的火焰和火炉 我在唇间将未来的时光寄述 今天我有我自己的语言 有我自己的疆域 土地和禀赋 我有自己的人民 他们的疑惑将我滋养 也被我的断圆和肆意照亮 就是这样 我去看看 感谢观看